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跟大家示范一个上楼梯的动作 只要双脚的掌放平就可以了 慢慢将另一只脚未上之前的脚推到楼梯的边之前 尽量靠近楼梯的边 而另一只脚就开始细部放平上慢慢就可以了 每一次循环 刚才那只左脚上了放进去 今次右脚放进去 这只左脚放进去右脚轮流反覆地交叉 这样去做 让肌肉很平均地放得很松 当我们下斜 下楼梯的时候 我们要把身体放松 把脚好像肩膀的距离那么阔 每磅一步就一定要将脚掌一定要全放平 放在每一步接触的地面那里 好了 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了 如果你是先出左脚的话 那你一定是先左脚的 这样放松了 好了 我们现在随着弯而转身体 很像踩单车的 现在这个弯就由左转右了 我们的脚就要一样一如以往 好了 当我们落到这一刻 就由右转左了 脚一转就去了镜头 就这样了 特别注意的就是 不可以将前面的脚 后面的脚 即是前面脚落紧的 而后面脚这样交叉过去 这样我叫交叉脚爬头就绝对不可以 因为这样每一下动作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会令到很多人的ITB 就会受创伤 还有有什么意外卡到 就会跌得 效果发生就很严重了 从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叫同学 要这样叉与做着这儿呢 原来当我们的身体每满一步 大家会扶着腋的外側 腰的外側 刚刚走着腹的边 还有腹的外側 很多人就会说 腹高腰低腰 不重要 刚刚我们这个腰的外側 45度角 这两边肉是比较收紧的 你的手放在这里 刚刚这个掌心 就刚刚绑着这个圆高的肉那里 当你紧贴了之后 你做每一个动作 你就会感觉到这两边的脚位是很用的力 为什么我们要扶着这个位置 刚刚才才讲的 因为你扶着这两个脚位 你扶着这儿 就刚刚 这儿不是腹腰这儿 这个掌心扶着这儿 好了 落一级平一点 你原地这样低起脚 左右 这个位置不是最动的 对啊 最动的 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最动呢 当你上山发力的时候 我就要扶着它 如果你细心留意人家的动作 举重啊 好几好吃 全部落腰疯的 是 连连速运都落腰疯 为什么呢 它就是最腰腰的力才有 腰马脖 腰马脖 如果你玩过武术的 就个个人都知道 你腰没有力 你周身都没有力了 你要发力的 我们上山其实很累的 如果上山不累 那些需要拿东西 死捅死捧 就希望帮它快点走 其实越快点走 越用得力大 而且你拉到身都累 还有它不明白 当你肩颈这些累 牵拉这两个叫膀胱 就是腰背肌 就累 背肌就引起来 这里就累了 这些累又牵引起来 我们要它解决了这些问题 慢慢地上 你每一步 你走几步 就绑着这两个 每一步都很动 每一步都 屁股这两个肉 很动 你慢慢地上 这样上 你绑着它上 从它上伸到挺直 好了 上斜路也不同 怎么为止斜路呢 就是由水浪坡上王竹阳那里 由四方山上大帽山那些 很斜的马脑 你就不是绑着那些 你绑着腰高一点 你试一下绑着腰 当成是斜路 你每一步 这里的腰移动 也很厉害 你这样就会绑着高一点 高多一个手掌位 这样就直到腰的后面 慢慢绑着上 你会发觉那个力 就是很用的 每一下 为什么人们上山回来 是很累呢 其实上山用很大的体力 这样每一下 你会发觉很动的 现在针对性 就是将这些力度 调和它均匀 就是均衡它 那你人就没那么累 当你累了 其实身体也烦不了力了